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TVB出品的好多经典电视剧里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配角都非常面熟 在好多作品里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也被称为黄金绿叶 可是却很少有人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下面的几位不知道你有眼熟几个呢 1.王伟良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 王伟良就频繁出现在各大TVB剧集和港产电影中 他的戏路相当宽广 无论是正面角色和反派角色 他都能够轻松驾驭 王伟良在TVB拍摄完最后一部剧集《约满离潮》之后 便正式退出了娱乐圈 这些年 王伟良几乎过着身居剪出的生活 最近又有媒体爆料了王伟良的一些近况 有网友看到他在香港邮堂附近的一家理发屋打工 但是他并没有做理发师 而是在帮客人洗头发 2.洛达华 他在电视剧中成功演绎了很多阴险毒辣的反面人物 被观众戏称为反派男神 演出作有《难兄难弟》《驼枪师姐2》《驼枪师姐3》《一天驼龙记》 近日 一则知名港星洛达华过年吃家宴的视频引起网友热议 菜品豪华程度让人垂涎欲低 视频中 洛达华身穿一件橘棕色皮衣显身 他的身材丝毫没有发福的痕迹 整个人绅士体面 脸上帅气依旧 3.杨正化 1996年在美国纽约的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中勇夺冠军 同年回流香港加入TVB 演出作品有《经过肖雄之一海豪情》与《法政先锋三》等 虽然说 杨正化一直以来都是在四五线里浮浮沉沉 但是他入行以来参演的剧集 突净率也很高 戏份最多的就是《无名天使3D》 曾在《经过肖雄之一海豪情》剧中 因敬业态度或该剧监制李天盛的公开赞扬 2015年8月12日 无线绿叶演员杨正化和沈可欣结婚 一众无线台前幕后人员亲身见证二人的大日子 4.江富强 TVB资深艺人江富强早前获颁发TVB长期服务金牌 画名叫刀疤的他表示入行已经30多年 前半段大多数在电影方面工作 而加入TVB就有20年时间 他曾加入动作议员训练班 之后担任动作特技演员 助力指导及动作设计 最擅长担任电单车飞车替身 由于他恶行恶相 不时都有客串电影的演出 而近年的电视剧大多数都是演坏人的角色 5.何启南 由于外形粗犷 何启南演出角色多为反派 跟班 斯文败类等 80年代开始步入演艺圈 是一名资深演员 从事过电影 电视制片等工作 代表作品有《网上有情人》 热血狙击等 出演过电影 代表作为1988年电影《鸡同鸭讲》 除此以外 他也担任制片 包括《烈火战车》和《九七加油喜事》 6.李海生 李海生出身邵氏龙虎武师 是咏春泉高手 因为武功高强 所以经常在电视剧中演武打角色 有TVB《打手王》的称呼 早年担任电影动作演员和武术指导 1980年代加入TVB 代表作《丫鬟大联盟》 《天龙八部》 《A计划》等 邵氏龙虎武师出身 1970年代中期开始走到目前饰演角色 曾出演《少林三十六房》 扮演戒律院主持 1980年代中后期 逐渐将事业重心从电影转向电视行业 李海生由邵氏转入无线电视 多拍电视剧 但仍出演电影 7.阮逸雄 TVB御用低视司机 阮逸雄原本只是香港的一个普通的低视司机 但近期由于被人认出曾经客传20多部TVB的电影中的低视司机 而成为网络红人 网友们评论 其敬业精神使人感动 代表作品有《妙手人心》 《义不容情》 《无明火》 《珠光宝气》等 8.邵卓瑶 《善演坏人兼低视司机》多年来演过不少角色 较著名的有《2010年杀手 方耀俊 刑警》 2011年钻石劫匪 莫浩良 法政先锋三 及2012年在天梯饰演陈城等 网传邵卓瑶出演的电视剧《傲娇与张晶》 将于2022年12月5日在香港首播 9.陈迪克 陈迪克于1979年加入无线 早年在邵氏公司从事龙虎武师 很多早期的武侠电影中都有他的身影 例如张彻导演的《恶客》 《楚源》导演的《倚天屠龙记》 还有《红金宝》的《飞龙过江》 他最常演绎的角色是江湖中人 而且演技出色 所以在综艺节目《三对好戏王》中 获得《黑帮王》的另类好戏王奖项 10.麦加伦 麦加伦出道后加入香港无线电视 擅长演出《插科打混》 《喜感十足》的办公室同事 以及其他搞笑角色 几乎都以夸张的演技 来演出《喜感十足》的甘草演员居多 在1993年射雕英雄传之《南地北盖》 首次演出《齐总管》这个角色 当时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靠着独特的演技和喜感深受观众喜爱 后来也有演出《笑傲江湖》 《壮王宋世杰》 《苗翠花》 《醉打金枝》等戏剧 几乎都是搞笑的甘草角色 麦加伦本身其实喜感十足 举手投足都是戏味 所以大部分都是演夸张搞笑角色 不过有时也会接演卑鄙小人的角色 之后还在持续演出 11.陈勉良 陈勉良是香港资深画家兼演员 1969年起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70年代初于社区中心交画及演画剧 1973年开始获全港公开画赛首席奖 悉尼金奖与亚太区中国水墨画入选奖等多个奖项 2002年接级成《勉良静作集》出版并于旺角 设立其个人画室《青秋轩》 他擅长会国画中的山水画与自然写生 而在电视剧中亦有其作品出现 如《金庄四大才子》、电影《金之玉叶》、 热播电视剧《女警爱作战》等 出国画外亦擅长转刻与雕刻等艺术工作 12.曾首明 曾首明入行30年 演的最多的角色多与警察有关 例如交通警、便衣警察、飞虎队、督察、警司等 此外曾首明于1991年加入了皇家香港军团 于1997年投考加入香港辅助警察队成为警员 曾首明因患心血管疾病而暴受 2015年接受手术后身体逐渐康复 2017年4月23日凌晨突然传出曾首明离世的消息 中年58岁 据一位无线发型师透露 曾首明当时正在广州登台 表演期间突然晕倒 抢救数小时后无效离世 13.黄博文 黄博文是李修贤的固定班地 或策划或导演或参加演出了几乎李修贤的所有作品 是李修贤创建的万能公司的主力干将之一 黄博文出演的角色已反派居多 如雷霆扫毒的《独销》《乌浩威》 情逆三十元的帮会成员《烧齐华》 以及神枪狙击的江湖老大《红团才》等 代表作品有《寒山乾隆》 《在战明天》《中坚》等 14.关伟伦 关伟伦是香港资深实力派演员 形象稳重 常演艺好人角色 曾参与演出多部剧集 是为经验丰富之艺人 此外对武术极有研究 闲时会与爱好武术的同事如《显浩英》等 交换武术及空手道之心得 1971年 关伟伦毕业于邵氏无线艺员训练班 其后转到亚洲电视工作 直至2016年才加盟无线 从逆缘到公亲计二 深公计 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15.苏恩慈 TVB欲用阔泰湿奶 其演出的作品有《珠光宝气》 《跳跃生命线》 《巴不得妈妈》等等 70年代加入影坛的苏恩慈 从影至今超过40年 但他对演戏依旧有热忱 即便被TVB剪金也不愿离开 如今苏恩慈过着独居生活 为了安全起见 他在家里装了一个呼叫器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也能求救 16.温玉宏 温玉宏擅长演出的角色为《少妇》 其演出的作品有《刑事真机档案3》 《唐亲风暴3》等等 2020年 TVB绿叶温玉宏 因不满薪酬减去一半 所以选择离开TVB 对于他的抉择 网友认为非常明智 除了辛酬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身体 因为患上乳癌 他先后接受过6次化疗 虽然最终是已经康复了过来 但却不能从事体力工作 如今的温玉宏让人感到十分心疼 不但整个人变得小瘦 而且脸色看起来也不是很健康 不过他的笑容十分灿烂 想来并没有隐匿其他身体状况 17.李莉莉 李莉莉已经72岁了 14岁就出道的她早年是邵氏的当红花旦 以身手矫健闻名 是有名的武打女星 曾经还饰演过《练泥场》 年轻时候她是荧幕上的聚焦店 演过不少女主角 人到中年也拿得起放得下 不仅退居二线 还甘心给年轻演员作陪 还成为了TVB的黄金配角 李莉莉的最后一部剧是2020年的《法政先锋4》 看上去和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变化 都说岁月不败美人 韶华不负流年 希望李莉莉一切安好 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 18.陈念军 陈念军毕业于第十五期无线议员训练班 由于一直只能饰演配角 故于2011年转做全职主妇 不过两年后因为戏影大发回归TVB 19.王启琴 王启琴之前做过舞蹈演员 有一身好功夫 曾在歌手林子祥的MV内演出 后参加《无线电视》 于1986年举办电视小姐选举 扮演洛琳 获得冠军成为电视议员 该选举的亚军为郑燕凤 季军为高靖 王启琴被派于大运河内饰演中角《红服女》 后来约在1991年淡出香港娱乐圈 并移居新加坡 现时在新加坡娱乐圈活跃 演出作品有《唐亲风暴三》 平安古之鬼谷传说 20.丁主慧 1980年代丁主慧是运动界里的体育健将 是一名田径女运动员 早期经常参加全港田径比赛 1983年因于香港举办的港澳马拉松中 跑完全场20公里 而刊登于《华侨日报》中 1984年宣布离开体育界 并于同年9月加入无线电视 早期经常演出丑角《二奶角色》 于2005年之后 与电视剧的戏份才逐渐加重 是监制梁采远的御用演员 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 只要努力 人生便精彩 在戏中 这20位演员虽为配角 但却演出了主角都未曾有的风采 这是他们对待事业的态度 更是对待人生的态度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